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索爾 尼漢之前已經超過上次一星期了 我想各位朋友應該還在努力拓荒吧 繼續來介紹一些拓荒使用角 本次來介紹瑞妍 瑞妍是史詩三位物理遠程角之一 這三位物理遠程都各有其優點 在不同環境下都各有其優勢 建議開取若沒有抽到法嘎的狀況下 可以練這三位其中之一 這三位可以用來打神秘一 或者爬打時打尾光的毀滅者王有奇效 希望各位朋友會喜歡 話不多說,馬上開始這次的主題吧 現在介紹瑞妍的個性 個性如果由其他遊戲術語來說就是天賦的部分 瑞妍的個性蠻簡單的,分成兩部分 第一部分是擁有盤爬 遊戲中都要往高地移動 花的移動力是跟在平均移動不一樣的 會花比較多移動力 盤爬就是可以無視移動力衰減 讓往高速左跟平均走消耗一樣的移動力 第二部分是高地攻擊時暴擊率額外提高 無視閃避 一星時暴擊率提高10% 五星時暴擊率提高30% 遊戲中高低差高於2就視為高地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 站在桶子上或向上攻擊就會有高地效果 所以要觸發這個個性 就是要高於一個桶子的高度攻擊敵人就對了 所以瑞妍設有高低差的地圖 而且是我方有機會上上高地的 這樣才比較有機會觸發個性 但瑞妍更是比較單純的暴擊增加 除非有辦法撐到100%暴擊 不然比較沒質變的機會 這是比較可惜的一點 再來談技能 之前的教授影片中有提過 每個角色都能帶一個普攻 一個反應 跟三個技能 此外角色先天帶有一個普攻 跟一個天生技 這邊要特別談一下普攻 物理遠程有攻守跟弩守的差異 取勝就是攻守 雖然傷害較低 但好處是不會被障礙物擋住 有些關卡會有很多障礙物 或者是高低差 這時平時的弩守就很容易被擋住無法輸出 這時出有取勝的攻守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再來介紹天生技 瑞妍的天生技是誘補陷阱 放置一個補充甲之後 可以再移動兩個 繼承剩餘的移動力 補充甲的好處就是當對方踩到之後 就會馬上停止行動 可以破壞對方一回合行動 但缺點就是要對敵方移動路徑很熟 才能比較準確放在敵方會移動到的位置 不然就得用回溯了 至於其他技能要升階後才能取得 技能分成兩線、擾亂跟射擊 但每次升到可以拿技能的階級石 技能只能兩邊折一 如果兩邊都要選就得吃領悟之力了 領悟之力就如同天天節的領悟石一樣 平常遊戲過程中是不好取得的 要拿了多就得花錢買禮包 所以這邊來談 不吃領悟之力的狀況下 各階段選哪個技能比較好 這邊會先介紹該階段的兩個技能 之後再給出選取建議 先談一階的技能 老亂的技能是強力射擊 單體攻擊造成130%傷害 目標為健康狀態時 攻擊額外提高15% 倍率中等的輸出技能 使用上要注意的點是 輸出時盡量找健康敵人攻擊效率會比較好 若非得輸出非健康敵人不可 建議先用普攻打看看會不會死 若打不死才用這招打非健康敵人 這樣使用的效率才會比較好 射擊的部分則是瞄準 順發技48號還能繼續行動 獲得暴擊2無視閃避 來談選擇的部分 一階技能建議選強力射擊 因為瑞遠天生技不是輸出技能 三階的技能也沒有輸出技能 若一階也不選輸出技能的話 變成瑞遠等於低死只能用普攻打 這樣會非常吃力傷害會很不夠 再加上瞄準也沒有特別好用 所以選強力射擊會是比較好選擇 三階技能的部分 老羅安的技能是遊擊 被動技攻擊達5% 攻擊後可以再移動2格 冷卻2回合 這招雖然可以風箏短腿近戰敵人 但使用上要注意是否在冷卻中 不然輸出完無法後退 被對方反擊殺子就糗了 射擊的部分則是3D民主 被動技自身處於無傷傷害時 移動力增加1格 高地攻擊或移動終點 比起點高度超過2格時 傷害提高20% 這邊來稍微解釋一下這個技能 第一部分沒啥問題很好理解 第二部分後半段是在說 若瑞遠一開始處在比較低的位置 敵人在高處 若往上移動3格以上高度後 即使敵方跟瑞遠高度一樣 也是會提高20%傷害 來談選擇部分 三階技能建議選擇3D民主 這兩招其實都各有用處 但3D民主可以增加移動 暫時移動最重要的就是移動跟射程 這兩種每多1格 打到敵人機率就更多1分 又比較不會有差1格就打得到人的狀況發生 因為若瑞遠通常都位於隊伍的後方 所以要保持無傷會比較簡單 即使吃到範圍攻擊 補失一個群補就補回來了 這樣有機會每回的都增加移動1 打光卡的時候就會方便許多了 當然想走風聲流的也可以選擇遊擊 但就是要注意技能冷卻時間就是了 五階技能的部分 這一階兩邊的技能都是反應技 老亂的技能是拖兔 被主動物理攻擊時受到傷害降低8% 被攻擊後自身獲得移動2 再來是射擊的部分 閃射技能是高低優勢 被主動攻擊時受到傷害降低8% 被低低攻擊時受到傷害額外降低30% 來談選擇部分 五階技能建議選擇拖兔 瑞遠可以爬上高處進行輸出 其他隊友可能還在低地 那若瑞遠無法擊殺對方被攻擊時 還可以利用加移動趕快走回補跟坦的身邊 至於高地優勢 玩過戰型遊戲都知道 只有遊戲前期我方有機會佔據高地 到後期都是敵方佔高地 我方得攻上去 所以被第一攻擊降傷我覺得觸發機率不大 選擇拖速度可能會好些 七階技能部分 老亂技能是麻痹要塗抹 攻擊後對目標施加一層感染 主動使用職業技能攻擊擁有五層以上感染目標時 攻擊後施加睡眠 這集的部分則是維爾德戰起 陣營光環作用於維爾德陣營 攻擊提高10% 防禦提高20% 七階技能選擇部分 建議選擇維爾德戰起 目前維爾德的陣營光環只有他有 接下來要出的諾諾維爾也沒有 要等到黎伊維爾才會有第二個維爾德光環 所以建議先取得這招 若要使用維爾德光環才有人能帶 不然維爾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出 出了也未必會抽到 至於麻痹要塗抹 需要五層感染才會發動睡眠 但通常可能疊到五層的大多都是王 一般小命通常還沒疊到五層就死了 若要用在王身上 王大多都有免疫控制 睡眠對王也無效就只有感染的作用 所以目前還沒想到哪個環境用得上 若我想到的朋友可以留言告訴我哦 有些技能的部分 這一階兩面的技能都是普攻 老亂的技能是破閃擊 造成85%物理傷害 對目標施加近的閃避 閃射的部分則是敘事級 佔了85%物理傷害 下次技能的傷害提高15% 有些技能選擇的部分 建議選擇敘事級 因為瑞妍的速度是比較偏低的 強力射擊也沒辦法每回合連發 在等待能量的情況下 用敘事級普攻 這樣下次的強力射擊就可以更痛 至於破閃擊 雖然目前能破閃避的角度不多 但遊戲前期閃避還造成不了啥大問題 若到遊戲後期遇到一定需要進閃避的狀況時 那時靈物之一也會比較多了 那時候再花靈物之一學就好了 接下來談技能攜帶推薦 這邊是以等級達到45級 技能已經全部學完的狀況做推薦 由於前期等級不夠技能學不全的時候 就只能有什麼帶什麼了 普攻建議攜帶敘事級 反應建議攜帶脫兔 鏡炎建議攜帶強力射擊 3D民族 維爾德戰起 又補陷景看狀況攜帶 因為瑞妍傷害較低 個性即使加暴擊也未必會觸發暴擊 所以瑞妍是比其他兩位物理遠程 更需要陣營光環加攻擊的 維爾德又只有瑞妍自己能帶光環 就只能把一個光環技能在身上了 至於武器防具與塔羅部分 因為根據我自己遊玩的現況來看 前期能拿到傳授裝備的數量很有限 大多就只有幾件沒得選 儲備就是抽到裝備池 不然由於前期只能建議先用啥用啥 大多都是先用10次裝備頂著先 等到後面等級高了 開始能比較大量入手傳授裝備時 再來考慮傳授裝備的特高配置了 單依目前今天來看 得需要等級較高才能拿到傳授裝備 不是遊戲一開服就能辦得到的事了 最後做一下瑞妍的小姐 瑞妍是目前開服版本中 建議練了三個死是物理遠程之一 這上面一開始可能只會抽到其中之一 建議拿到哪位就用哪位 因為遊戲目前最不缺的就是升級跟升階材料 即使練上去之後 最後要換人 只要把裝備換過去即可 加上帶型會要求等級跟階級 所以即使換人也能用 瑞妍的特性就是取色跟容易爬上高處 在關卡張戶較多或者是高低殺比較大 瑞妍有機會能爬上高處輸出死 這時就是他出場的時候了 瑞妍就介紹到這 如果本次影片對您有幫助 希望能幫我按讚、分享並訂閱本頻道 訂閱後邊按下訂閱旁鈴鐺開啟全部通知 只要有新的影片或實況 您就可以馬上收到通知了 若對影片中有任何疑惑 歡迎各位朋友留言發問 我會經理解答各位的問題 也歡迎各位朋友加入我的LINE社群 或者是APP粉絲團 香港網址我會放在視頻欄中 頻道敬意不易 也希望跟朋友觀看時若遇到廣告 至少觀看30秒廣告 別跳過廣告 可以去上個廁所、倒個水、設施奶油等 花費您短短的時間 可以幫助本頻道的數據記憶下去 十分的感激 並歡迎各位朋友來我的說話聊聊 每天晚上在Youtube開播 等您來哦 下個影片見哦 掰掰